第二百三十九集 我再说一遍 我从来都没有承认过宋卿城是我季家的人 我也明确地告诉你 这个家有他就没我 有我就没他 你自己做选择 季母态度坚定 季正廷将手中的碗放下 看着母亲坚决的样子 内心很是为难 妈 卿城是我的妻子 您是母亲 您这样我很为难 既然你说你为难 那妈就不为难你 妈搬出去住 现在就走 说吧 季母就拿下鼻子上的氧气管 气冲冲地掀开被子要下床 妈 你不能走 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呀 季灵又抱住母亲 眼泪掉了出来 要真是把母亲气走了 那个宋卿城还不得更加要无扬威 下一个被赶出去的 就是自己了 不行 她绝对不能让母亲就这样走了 哥 你都是说句话呀 女人没了可以再找 但是咱妈可就只有这么一个呀 难道 难道你要隐之车地看着妈 这半年纪 会被自己的儿子儿媳妇 给气得离家出走吗 季灵又冲着季正廷大吼大叫 季正廷坐下来 将母亲安抚好 重新将氧气管给母亲带上 看着母亲语气沉重地开口 妈 我很抱歉 没有处理好您和清城之间的关系 但清城是我的妻子 就如同您是我的母亲一样 是我一生中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事实 现在您现在不想看到她 我让她回娘家过几天 等您好一点再回来 母亲还在气头上 除了这样的安排 她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面临商场中各种阴险和狡诈 再窘迫的处境 她都能从容不迫地应对解决 只是没想到 自己居然有一天 会被家庭关系 而逼得无路可退 哥 妈都被她气成这样了 你还要她回来做什么 难道你还真让她把妈气死 季灵正好借机 把宋清城赶出去 让她永远没有回来的可能 季正廷面上阴沉下去 但对季灵开口的语气 还是很平和 季灵 你也是即将要嫁人的人 你能保证自己和未来的婆婆 不会发生任何不愉快 当然不会 少景哥母亲人很好的 脾气也很好 而且他母亲说过 一定会对我像对自己 亲生女儿一样的 季灵对这个问题 回答得非常有自信 丝毫没有意识到 自己第一句话 直接指明了 自己母亲的不好 季母脸上清白交错着 刺激这个女儿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长点心眼 幸亏宋清城这会儿不在这里 不然的话 她这张脸往哪儿割呀 所以你觉得妈做得不好 季正婷知道 季灵没有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 索性就直接点出来 当然 这句话 也是刻意点给母亲听的 季灵后知后觉 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我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 我 我是说 宋清城没有我做得好 季灵偷偷瞄了眼母亲 正好被母亲逮个正着 还被母亲狠狠地瞪了一眼 她心里真想抽自己两下 说话从来不经大脑 你除了比她有钱之外 你哪里做得比她好 季正婷又问她 平时真的不太爱说话的她 这会儿很想替楼上那个女孩 诉出心底的苦楚 我 没错 我比她有钱 我就是有说话的资本 这个社会现在就是这样 谁有钱谁就是大爷 那宋清城穷酸 就注定配不上我们这个家 就算钱很重要 我们也退一万步来说 以我们这样的世界啊 就算取一个百亿千金又能怎么样 无非是钱省加钱而已 我们已经有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下一站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 而并非是攀比在钱与钱的自尊上 不要因为自己有钱 而自以为是的以为自己比别人强 这是很久以前 季正婷就教过季灵的话 显然 季灵从来就没有记住过 那也至少不能相差太大 托我们家的后腿啊 我们家的钱也是你辛辛苦苦赚来的 凭什么让他一个外人随便花 一想到 宋清城什么都不用做 摇身一变就能拥有千亿阔态的身价 他心里一千个一万个不服气 你怎么知道他花的都是我的钱 季正婷的语气阴沉了下去 他很看不好季灵这种三观 季灵张了张嘴 最后却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毕竟 他也没有看到 宋清城用了哥哥的钱 再说了 就算宋清城用了 哥哥替他瞒着 他们还是不知道 如果他花的是我的钱 就不用每天起早贪黑去做兼职 也不用出门就去挤地铁公交 换而言之 我是他的丈夫 他花我的钱有什么不对 就如同你花周绍锦的钱是一个道理 我 我才没有花绍锦哥的钱呢 以后我也不会花他的 我自己有钱花 季灵倒也不是大开口 这些年他的零花钱不少 加上从小到大的压岁钱 在银行刚存卖二十年顶期 上个月到期后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不是你有钱 是因为你有个优越的家境 周绍锦彭你 他母亲对你好 都是来自于你背后的家境 你很聪明 选择了一个一般的家庭 至少在没有我们家富裕的前提下 你叫过去 就是替代了他母亲女王的地位 言下之意 他如果娶个比自己家里条件 更好的女人 母亲也一样会对那个人好 当然 也要接受 别人替代自己女王的位置 这两者之间 属于一个乖巧听话 一个自以为是 相信母亲心里会很清楚 自己能接受哪一种 当然 想要两者兼得 那是不太现实的事情 毕竟母亲 本来就是一个强势的人 在另一个强势的人面前 要么选择低头 要么选择弃肢 外面 宋卿城听到 纪正廷的一席话 心里还是很感动的 其实 每当想到 还有他能理解自己的时候 宋卿城都会后悔 自己的一时冲动 总是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 将他推进为难的窘境 宋卿城在楼上 听说继母心脏病犯了 本来想下来看看的 但听到继母 那么不想见到自己 还是算了吧 省得再把他 惹出什么好歹来 自己 岂不是千古罪人了 宋卿城暗自叹了口气 默默地离开了